近日,武汉军运会水上救生项目走红网络 这项比赛要求参赛者在水底救下约80斤重的假人 单臂滑水或是穿着脚譜拖拽浮飘 还有把浮飘围在假人双臂腋下 其实除了水上救生项目以外 军运会上还有不少平时看不到的特色比赛项目 军事五项比赛包括射击、障碍跑、越野跑、头弹、障碍游泳 被认为是最精彩、最艰苦、最锻炼军人素质的比赛 对每个军人来说都是一种极度挑战 各国在军事五项项目上的争夺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空军五项比赛由低空三角飞行比赛和运动比赛两大部分组成 运动比赛包括射击、障碍游泳、机舰、投篮、障碍跑、定向越野六项 空军五项是空军的有效训练方法 对于培养检验飞行人员的智能和体能具有现实意义 海军五项除了常规的障碍跑、救生游泳、航海技术、实用游泳和水陆两星越野五项比赛之外 本届军议会还新增障碍接力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 救生游泳比赛中参赛者还要完成在水下脱衣服的动作 中国八一海军五项队教练员冯宇表示 水下脱衣服是结合救生的实际情况而设置 跳伞项目分为定点跳伞、特技跳伞和造型跳伞 定点跳伞要求参赛者在1000米高空从飞机上跳下 并精准降落在靶心直径2厘米的着陆垫上 特技跳伞要求参赛者从2200米高空中跳下 并在空中完成360度水平盘旋等特技动作 造型跳伞的参赛者需在3200米的高空跳下 并摆出各种造型 电象越野比赛参赛者仅使用一张地图和一个直北针 需要逐点通过类似山丘和溪谷的不同地形 尽可能用最短时间完成比赛 这项比赛要求选手速度、耐力和技术一样都不能少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 客户端